大家是不是对土豪,我们的生活都很好奇呢,要说最大的土豪那句非王思聪莫属了,大家都亲切的称王思聪,为国民老公,其实还有娱乐圈中的很多明星都是大土豪哦,比如赵薇,范冰冰,周杰伦,他们的收入都非常高,就连范冰冰, 范冰的一个手机可都有四万块钱,是不是不是吓坏了网友呢,但是娱乐圈的明星虽然有钱,但是还是有很多都很低调的明星,比如迪丽热巴,大家都说胖比比较真实接地气,关于王思聪那种钱多到花不完的生活,是不是大家都很羡慕呀,作为王建林的儿子,王思聪做人做事,也是相当的硬心,结识了很多娱乐圈的明星,女朋友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, 王思聪其实并不仅仅是万达集团的董事,其实他自己也有很多投资项目,不仅会花钱,其实还是很会赚钱的,王思聪的好宅豪车应有尽有,就连平时吃的泡面都有五百块钱一包,他泡面用的水都是我们这些人喝不起的北京,大家都知道王思聪还有一只狗叫王可可, 他的狗可是过着比我们还要好很多倍的生活,那只狗有专人照顾,吃的东西都很名贵,网友感叹,真的是人不如狗哦,虽然王思聪有钱,但人家做着自己的事情并没有炫富,因为人家不缺这些,再来说说范冰冰四万块钱的手机壳,范冰冰在娱乐圈的地位可以说是相当稳固,他的收益也非常高,事业发展顺风顺水,不仅事业发展得好,爱情方面也一样顺利的好, 这个四万块的手机壳,就是李晨送给范冰冰的礼物,一个LV的手机壳,朋友们有没有狠线目的,都是别人家的男朋友,虽然娱乐圈明星的收入很高,但是还是有很多低调接地气的明星,其中备受大家喜爱的迪丽热发,就很低调接地气,从这条微博中我们就能看到一块西瓜一台电风扇,对于迪丽热发来说就很满足于快,简单真实的热发, 是不是赢得很多人的芳心呢,关于王思聪500块钱一包的泡面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